朱元璋无处安葬父母 刘继组主动送给了朱元璋一小块荒地 最终的结局怎么样了 早年间的朱元璋是连块田地都没有的穷孩子 人生的开局就是终点 要是普通人早就自我了断了 可谁能晓得朱元璋不信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最终成为一代雄鹰 在这个过程中是不顺利的 但多亏一人的帮助 他就是刘继组 对于朱元璋而言 刘继组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他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 永泉相报 还是恩将仇报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早年间的朱元璋 那时的他家境贫寒 可以说是当代历史上出身最苦的皇帝 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是饿死的 连年旱灾 蝗虫过境 连天子都无法避免 何家欢乐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因此命丧黄泉 而这也是朱元璋人生的转折点 他的家里没有田母 没有土地 压根找不到安葬父母的坟墓 每天求爷爷告奶奶 然而 结果不尽人意 各家都有难处 都指望着自家的田母养活一家子 于是朱元璋就去找村里最富有的地主刘德 可刘德不是善人 压榨百姓 那时有一套好活 不仅不帮朱元璋 还羞辱了他一番 没有男主光环的朱元璋无依无靠 此时 天降一位善人 他就是刘德的弟弟刘继组 看到朱元璋的难处 刘继组立马将自家的一块废地画给了他 可能是同情心泛滥 毕竟封建社会的地主哪有这么好说话的 再者 刘继组看到朱元璋连下葬的棺材都买不起 就将自己的后面衣服给了他 可不要说为什么不买棺材 万一刘德知道了 他可不是吃素的 就这样 朱元璋暗自发誓 自己一定要改变这该死的命运 先是参军 打算在战场上大干一番事业 结果的确一帆风顺 朱元璋不单单拿到了高级官职 更是娶了妻子回家 在军营中越来越受到追捧 愈发多的人开始投靠朱元璋 他也开始招兵买马 带领大军向元朝发起进攻 最终成为一代君王 红五十一年 朱元璋打算祭拜一下自己的父母和老祖 偶然间遇到了刘继组的儿子刘大 一瞬间想起种种往事 刘继组的恩情他是此生莫忘 在询问下 才得知刘继组早已经去世了 无奈之下 朱元璋只好将刘大带在身边 俗话说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更何况刘继组这恩情 可比滴水之恩大得多 在影视剧中 朱元璋在继组是那时哭得稀里哗啦的 连一旁的大臣们都心痛 从这里就能看出刘继组 那是位后代基辅 自从朱元璋开朝之后 第一时间就将刘继组追封为会议侯 字面意思就是此人善于失会 视为大善人 而对于刘继组的儿子 朱元璋更是时时刻刻地将他放在身边 连战场都不让灯 生怕有些闪失 刘继组当真应了那句老话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总的来说 刘继组的结局是圆满的 他和朱元璋都是贵人般的存在 为何会这样说呢 因为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 并没有忘恩负义 而且对待开国功臣更是封关受绝 毫不吝啬 有人会说 后期还不是都杀光了 但人性会改变 一旦尝到好处 昔日忠臣变成结党淫私的恶人 杀伐果断的朱元璋只能铲除一己 再者 朱元璋的爱您如此使人皆知 请不吝啬 请不吝啬 请不吝啬